大家好,欢迎来到快乐手工 我手上的这款包是不是大家经常看到有人在背啊 因为呢,这个包啊,包型非常的漂亮 大小的也很合适 那您想知道它是怎么做的吗 今天呢,我就一步一步的为您分解它的制作方法 根据图纸呢,咱们先剪出紫形 图纸啊,现在朋友们呢,可以截屏 我呢,也会把图纸分享到评论区 接下来呢,就是画铺棉了 那咱们刚才剪的紫形呢,是整个图的四分之一 用轮刀把铺棉给裁下来 烫在面料上面 剪掉多余的面料,留一厘米的缝缝 面子剪裁好以后呢,咱们还需要准备一样大小的里子 还有四份外口袋的材料 四份材料的反面呢,我都烫了60克的纺秤 它的宽度呢,是4厘米 长24厘米 咱们把它对折 这边呢,量进2.5厘米,刮一条斜线 我们把这部分呢,剪掉 四份口袋材料的采减方法呢,都是一样的 印花的是面子 纯色的是里子 咱们呢,还要准备两根包袋 长度是45厘米,宽度呢,2厘米 如果您觉得做包袋麻烦啊,咱们呢,可以用这种现成的织带 接下来,把包袋呢,搁在口袋的面子上 位置呢,是离中心点,两边各5厘米 上面呢,盖上里子,正面相对 我们在这儿呢,车条线 下面的这边呢,把包袋搁进去 也是一样的,车一条 车好后呢,我们翻到正面 印上平整,然后再车一条窄边 接下来呢,把两个口袋材料 放到主体材料的面子上 车上这三条线 口袋车好以后呢 咱们准备一根38厘米长的拉链 我们把拉链给分开 两边呢,各个半根拉链 拉链的尺呢,我们冲里 然后啊,各车一条线 车好拉链呢,咱们盖上里子材料 然后啊,车上这条线 那车这边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留一个反口 接下来呢,我们把材料啊,分到正面 我们在面子上呢 车上两个D字扣 D字扣是冲里的哈 现在呢,我们把拉链头也装上 然后啊,再把它翻到反面 面子归面子叠 里子呢,归里子叠 接下来呢,我们把里子和面子的侧边呢 给连上 我们把这条边呢,和这儿 被齐,然后这样子车一条线 里子也是一样的哈 这条边和这儿,叠齐 这样子呢,车条线 现在侧边呢,都连接好了 车的时候呢,是这样子的 里子面子是分开车的 接下来啊,把侧边呢,给侧上 我们叠齐这两条边 在这儿呢,车条线 那里子面子,一共有八个侧边哈 我们都要给侧上 接下来呢,把包翻到正面 我每次在翻反口的时候 都很想知道翻过来之后 这个包形啊,正不正 自己有个车歪 是不是需要重新做 现在包呢,就做完了 今天咱们包的这个印花呢 非常的喜庆 我们参加婚礼啊 或者是过年的时候 背这个包呢,就非常的应景 这期视频内容呢,就是这些了 感谢您花宝贵的时间来看我的视频 记得帮忙点赞哦 咱们下期再见